今天是2024年10月30日星期三 今天焦點有我偉文為大家分析時事 今天我們主要想說兩則新聞 第一則是47人非法初選案判刑的日子 終於決定在11月19日 這件標誌性亂事總算落幕 我們會借這個機會說一眾的被告及香港的未來 另一則新聞就是美國大選即將舉行 拜登政府再次對台軍售 今次甚至包括一千架具有攻擊性能的無人機 霸權推波助瀾 怕死台海打不成 但台灣民眾真的準備好面對戰爭嗎 好 先跟大家說說非法初選案 2020年反對派發動35家非法初選 當中涉及的是癱瘓政府 2021年1月6日 警方以涉嫌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 逮捕相關的人士 當中包括港大前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 前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鋒等等 當中31人認罪 16人拒絕認罪受審 14人被判罪成 另外有兩個人脫罪 分別是劉偉聰和李宇信 其中律政司會就劉偉聰的無罪裁決提出上訴 事隔超過三年半 根據昨天10月29日最新公布的司法安排 判刑將會在11月19日在西九龍法院進行 預計須時一日 由於涉及的被告人數更多 法庭對於被告座位的安排 做了特別的規定 每一名的被告在庭內的座位 只可以分配給三位的親友或法律代表 纏繞香港多年來的亂事 終於都見到終點 雖然說國安法定立之後 香港已經逐漸回復平靜 但我們經常都強調 是要完成整個審判的過程 這件事才可以真真正正地完結 尤其在案內不少的被告 是貫穿著香港這10年來亂事的關鍵人物 裁決結果代表的 可以說是一個亂象時代的落幕 一眾的被告 無論他們的刑期是怎樣 只可以說 激進的路線已經行進 由溫和演變去到激進 這一條政治軌跡 令到不少涉案的人士都很後悔 他們的中章結局代表是香港 走激進政治路已經去到盡頭 而這個這麼重要的時刻 是要由全香港市民去見證 除了是一眾被告 以為自己的行為負責任之外 更加是要警惕社會 過去的縱容已經不再存在了 當然離開香港從操舊業 好像其他一眾的走路人士 許志豐、羅冠聰等等 在飽和的反中市場上爭飯吃 亦都會是其中的一條出路 但他們的凋零已經是人板擺在眼前 好像周庭拍片 還有講政治嗎 他所透露出來的 是對未來的擔憂 已經是最好的證明 一群被告究竟是不是好像在求情的時候 這樣說自己會覺得懺悔 還是要繼續在政治泥漲裡面沉淪 或者終章判刑的一刻 就可以給他們啟發 講完本地新聞 我們又轉過來講講台海局勢 美國大選將會在當地時間11月5日舉行 無論是共和黨還是民主黨鬥得多厲害 拜登政府都是無忘記繼續繳局台海 除了早兩天10月25日拍板 對台軍售價值20億美元的飛彈和雷達系統之外 據外門報道 美國國務院在6月的時候 已經批准對台灣出售大約1,000架攻擊用的無人機 可以用在人員殺傷和反裝甲上 據報導當中有些型號甚至可以飛到160公里那麼遠 有報導說這些可以用作攻擊的無人機 其中一個最大的特點就是不需要訓練就可以用得 即是台灣的平民百姓隨時都可以上手 操作這些可以用來戰爭的空氣 台海局勢從來都是民進黨和美國挑起火頭 中國大陸的行動往往都是後發回應 現在美國賣有攻擊性能的無人機給台灣 又是那一套你蝕本我得利的霸權邏輯 外界有分析說 由於俄烏戰爭入面 無論是俄羅斯還是烏克蘭 都是部署了大量的無人機 用作監視和攻擊用途 台灣加強無人機的部署 是為了仿效俄烏戰術 應對未來可能的戰爭模式 仿效烏克蘭 這一句是不是似曾相識 2019年曾經有香港人說 希望香港可以像烏克蘭一樣有這麼好的結局 相信來到今日 沒有人會有膽認同 明明可以避免這個情況 但美國也好 民進黨也好 竟然說要訪考 真是令人打一個打 不過台灣人民又怎看呢 上星期10月21日 台灣駐美國代表余大雷接受美國傳媒訪問時 周碧問到如果中國大陸加強軍事行動 台灣人是否準備作戰 他想都沒想就說台灣民進已經做好準備 引起台灣人民的激烈反應 有人認為他的說法等同是算戰 亦都有人質疑 如果真是打仗 美國是否真的幫到手呢 當然這一番言論很快就被人打臉 之後有台灣媒體 街訪當地的年輕人 很多台灣的年輕人都認為 這些只不過是民進黨的一廂情願 認為自我感覺良好 而台灣的年輕人根本就沒有準備過面對戰爭 這一個亦都是民進黨 永遠不會有膽用戰爭來爭取支持拉票的原因 就算中國大陸和台灣地區有分歧 但相信沒有人想見到戰火 尤其現在俄烏戰爭 中東戰火在前 更加就是一大啓示 扮準信美國也好 振慎信美國也好 民進黨的賴清德 自己壞就算了 為何還要害其他人呢 好 今集的今天焦點就講到這裡 我們明天再和大家見面 拜拜